是的,我们谈谈另一只1137 刚刚改名《无奈香港科技探索》 主要业务仍然是HKTVMORE 昨天公布了一个8月份的订单数据 总商品交易额是6.3亿左右 同比增长1.8亿 平均每日订单有4万多张 两个数字都是纪录新高 7月推出了一个350港元购买500港元的电子礼券计划 今次6亿元的交易当中有1% 即大约12%是来自这些7折消费券的 合共卖了大约2亿9千万 有效日期到10月31日 另外之前的炒作 或者大家都憧憬着 就是那个深交索 深交索前两笔鞋 就已经前两天了 就纳入了港股通的名单 首先看看基本面 数据是否漂亮 两个星期升了两成 其实你觉得价格好这些这么利好的数据 你问我就应该价格好 还有你所谓漂亮的数据 都是因为派那个 就是那个叫discount券 你有没有光顺吗? 有有有 我都有光顺的 所以你知道了 你身边也有很多朋友 真的便宜了 350元买到500元的东西 那截头也挺好的 所以令到GMV升了上去 还有我觉得1137现在的股价 我想要看两件事 首先第一件事 Wendy说了 北水那边它是怎样的 不过我看到这几天 北水也好像不太厚它 我不是很看到北水排卖的 所以如果你说炒这个冲景 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未必走得通的 第二件事 就是看1137 它自己给一个service的情况 因为如果大家有跟进公司 它一直都有跟一些不同的其他的供应商 或者业务商去做一个service的部署 就是说帮别人怎样去做online的 做online shop那些 这些美股那边挺正的 也就是叫Shopify 就是专帮别人做online shop 但是你说香港的是少一点的 但是你说1137是否做到这条线呢? 我想暂时还是初步阶段 你看到它通过里面 有的它都会特意高达出来的 但是最近就一两次左右 还有我想 它那个叫做对于盈利的贡献 应该不会太大 看看这条街究竟buy and buy这个估计 眼见近期的股价走势都不错的 似乎这条街都buy buy的这个概念 那看看 接下来公司会不会每个月update的时候 我会有没有什么新的客户 我们有帮助它做online shop 或者如何brand building那些东西 看看接下来的跟进是怎样的 我想1337就是 是的 譬如说它短期内都升得急的 你觉得今天开市的时候 其实是否可以指赞套利呢? 我想是指赞的 如果之前买了的朋友 可以指赞一点的 因为又是那样东西 我们所谓出了一个好处的 还有你看到都去到近阻力位 12元左右的水平 7月下旬的时候 这些位置吃下户无防 尤其是如果低位买了的朋友 是的 可以先看看 如果你说吃半牛半的 如果它真的踢穿12元 那你还有货底 那也坐得舒服 好 好